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我被骗婚了 千里迢迢跟男友来到他老家 接风的时候,他却问我可不可以嫁给他哥 只要你答应,我们家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我们城里还有几套房呢 他妈妈接过了话头,盘点起他家的资产 我还等着男友向家人提我俩的婚事 一下就懵了 我哥,他很喜欢你 你觉得我哥怎样啊 男友慈爱地望向他哥 他哥冲我笑,露出一嘴歪牙 两个瞳孔,一个往左,一个往右 这人是个傻子 不是我们结婚吗 你骗我过来,让我嫁给一个傻子 我在争论中喊了起来 他们马上阴沉了脸 大厅顿时无比安静 南方湿热,可我全身的血都凉了 我跑进客房,拽起刚放下的行李箱要走 男友,哦不,邻人,拦住了我 让我先休息,明天再商量这事 这段时间,你都在骗我 对 考虑我哥的状况,就没和你说实话 让开 我扇了他一巴掌 他非但不生气,反而笑了 晓晓,晚上没轮度 你不可能游回去吧 我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正孤身一人 在一座离家千里的南方海岛上 三个月前 我前男友跟小三结婚了 我喝醉了,大闹婚宴 祝他们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当天晚上,我在社交软件上加了邻人 赌气和他开了房 他没乱来,反而一直在安慰我 令我心生好感 就觉得他样样比前男友强 高富帅站齐了,还很温柔 在一起没多久,我就想嫁给他 我朋友博洋,让我别急 说我是在跟前男友赌气 他说各省风俗习惯不同 加上我语言不通 嫁过去,日子不好过 我哪听得进去啊 早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于是我跟着邻人 飞机倒搬车 再倒轮渡 来到这座只有几十户人的南方海岛 现在我后悔了 不敢睡 想起了拐卖妇女的新闻 我强称到凌晨三点多 起来找水喝 厨房的门虚掩着 保姆在里头还没睡 白天他一直在旁边伺候我们 邻人对他说话时不讲闽南语 我猜他也是外地来的 就觉得有安全感 本想和他聊聊 却看到他正拿着针管 从小药瓶里抽出药水 扎到小腹上 您怎么还不睡啊 他发现了我 赶紧把药瓶 针管丢进了垃圾桶 有点渴了 他麻利地找出杯子 给我倒了水 我问他老家在哪 他也不回答 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突然脚边发出响声 我吓了一跳 一看地上大铁盆里 躺着三条鱼 是村民刚网的鲫鱼 林总吩咐说 给您炖汤喝 那鱼像是听懂了要杀他们 拼命地扑腾 他看着不耐烦 从厨房抄起木棍 往鱼头上狠狠一砸 鱼血溅了我一脸 浓重的鱼腥味冲进鼻腔 害我干呕起来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冲一下 我给您拿毛巾 我把脸凑到水龙头下冲洗 拿起垃圾桶干呕起来 那药瓶上印着FSH 他很快回来了 发现我看到药瓶 定住了 脸上浮现出 既像威胁 又像怜悯的古怪神情 快跑 快离开这岛 我恍惚听到他这么说 困倦猛然袭来 我控制不住向他倒去 那水 有问题 我挽着邻人 走向婚礼司仪 他真帅 我心里好不得意 突然 他的脸融化了 牙歪了 眼也斜了 亲友们笑话我 前任何小三跳上桌子 捧腹大笑 没人要的女人 找个傻子结婚 我惊醒过来 躺在客房 天已经亮了 床边 正是那个傻子 他侧对着我 纹着手里的 我的袜子 你有病啊 别碰我东西 他回头朝我逼近 行 老婆 你别过来 我喊着 可傻子 丝毫没停下来 哥 邻人出现在门口 叫了一声 傻子立即 乖乖的站到了一边 我慌忙下床 拿手机看时间 黑瓶 我明明插着 充了电了呀 现在几点了 有船了吧 早上那班呢 已经走了 看你睡得香 就没叫你 不要慌 先喝碗鱼汤吧 临人的笑脸 僵硬 甚人 我注意到 他总是这身白衬衫 你哥真变态 我不想待在这 我去码头等 你这样说就恶毒了 我哥他是喜欢你 喜欢你才这样 我恶毒 他在闻我的袜子呀 我气坏了 拽着行李箱 跑到码头 轮渡真的不在 临人跟过来 用闽南语和码头边上 里网的渔民攀谈起来 他们说呀 台风要来 这几天呢 船都不走了 他回头向我解释着 伸手要帮我拿行李 我转着拉杆后退一步 想起了博洋的劝告 你驾到那边 语言不通 一定吃亏的 的确 我不知道临人骗没骗我 他或许 故意不让我走呢 岛上没别的地方可住 跟我回去吧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放心呢 可我别无选择 回到临人家 我又给手机充了会儿电 发现手机彻底坏了 一定是他们搞的鬼 可就算和他们挑明了 又能怎样呢 没有船 我就离不开这座岛 我现在不能和他们 激化矛盾 另外 得找个手机报警 我老老实实的去喝鱼汤 盘算着找保姆借手机 转念 又想起他打的针 觉得不妥 这时候 我注意到傻子腰带上 别着钥匙和键盘手机 我忍着鱼腥味说 鱼汤真咸 你喜欢的 那太好了 多喝点 临人帮我添了一勺 像一个称职的主人 抱歉 我的反应 有点过激了 这事太突然 我和哥哥也不熟 所以 没事 感情都是要培养的嘛 一会儿 哥有空的话 让他陪我去逛逛 可以吗 临人有些诧异 顿了顿才说 好呀 你们互相了解了解 也挺好 哥 要有礼貌哦 那傻子硬合着 笑起来 又露出一嘴歪歪斜斜的牙 上面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牙字 傻子 傻子倒是很听临人的话 一路上 只拿眼睛偷瞄我 我们来到一片花生田 远处 就是大海 我忍着恶心 挽过他的手 贴着他的腰 问他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捣米似的点头 口水都甩出来 我趁机 摸走了他的手机 这样好不好 你到海边 给我捡个贝壳 我就考虑嫁给你 好不好呀 好啊 好 那你快去啊 傻子转身冲向海滩 我等他稍微跑远 才打电话报警 我告诉警察自己被骗昏 困在小炼岛临人家 求他们赶紧派人来救我 报完警 那傻子还没跑到海边 我本想再打给我妈 转念 又怕他担心我 除了他 我只记得前男友的号码 我拨了过去 你有事吗 我有点忙 前男友一听事 我就紧张起来 放心吧 我不是来破坏你的美满婚姻的 我现在出了点状况 联系不上别人 你跟柏阳也认识 你替我跟他说一声 就说他的判断是对的 让他赶紧来找我 位置是福建省福州市小练岛 大小的小练习的练 你怎么不直接打给他呀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就转答一下 你不是又喝酒了吧 我喝你妈呀 你能不能不磨叽 拜托转答一下 算我求你了行吗 这时候 傻子已经往回跑了一半 我急忙挂断 删掉通话记录 转身对他笑脸相迎 却不知道这一切 都被林人看在眼底 直到深夜 警察都没来 我耐心的陪他们看电视 林人又问我 嫁给他哥的事想好了吗 我犹豫着 看见保姆 在林人身后冲我摇头 林人像是背后长了眼睛 突然抓起茶壶 摔了下去 碎片碎得到处都是 妈的 做好你自己的事 行不行啊 保姆不停道歉 慌张的跪下 用手帕去拢碎片 我也跟着慌了 心脏跳到嗓子眼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不着急 反正这两天船又不走 有的是时间 对不对 林人又很客气的笑起来 这反差吓坏了我 下一秒 他完全可能拿刀捅死我 我必须得走了 哪怕在岛上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午夜 我起床去找保姆 我怀疑他是被林人用药物控制了 我想告诉他我报了警 让他陪我一起走 海风 下午起就停了 窗外树影凝固 无比寂静 房间里也一样 感觉一丁点声音都会吵醒他们 我浑身热汗 捏手捏脚去找保姆 刚出客房 就见他端着碗走向一楼最靠里的房间 我不敢喊 只好慢慢的跟过去 等我跟进那个房间一看 保姆不见了 他明明进来了 却不见了 这太灵异了 我四处查看 只有对面外墙窗户能出去 可窗户紧闭着 接着 我注意到墙上的神龛 上面摆着牌位和遗照 红烛应照之下 那些死人好像在看着我 奇怪的是 牌位上的名字都姓王 突然脚边又有响声 我蹦了起来 仿佛看到了三条鲫鱼在地上挣扎 没有鱼 地上只有一块红毯子 紧接着 我听到微弱的尖细的声音 从那红毯下传来 我趴下 用耳朵贴上去 只听到 求你放我走吧 别想了 有东西吃就吃吧 后一句是保姆的声音 我试着掀起红毯 却发现 它粘在地面上 只有边缘能掀开 而边缘往里一点的地面上 有道缝 红毯下又传来声音 来自一个女人 她哭哭笑笑 笑笑哭哭 又突然尖叫起来 我吓得立刻往外跑 大脑一片空白 只是本能的 想跑得远远的 可刚跑出这个房间 就看见楼梯上有道白影 白影向我猛扑过来 是林人 她压根没睡 还穿着那身白衬衫 我随手抓起塑料凳丢过去 跑到门边去拉插销 林人躲开塑料凳 没追过来 而是快步走进厨房 出来时 手里攥着刀 大叫着她哥 就在林人揪到我的前一刻 我开了锁 冲到门外 凭印象 跑在水泥路上 一路漆黑 只有远处码头附近 有片路灯 好像星星似的那么遥远 我跑得比林人快 她维持着斯文 用类似静走的姿态 别扭地追着我 那片路灯越来越近 我看到灯下有个人 是个健硕有黑的大爷 背着鱼篓 我立即朝他大喊救命 大爷有些纳闷 妄想追来的林人 不知何时 林人已经丢掉了刀 傻子在林人身后不远 也跟着来了 救命 大爷 救救我 大爷疑惑着 把我护在身后 这时 林人对大爷露出了笑脸 然后递了一根烟给他 他们用闷南语聊起来 看表情林人似乎 在对那大爷解释些什么 大爷起初警惕 后来理解的点点头 我察觉不对 立马跑开 可傻子冲过来抓住了我 大爷用蹩脚的普通话 对我说 后生 吵架不好 他大概以为我们 是情侣吵架 完全不管我了 傻子锁住我的胳膊 把我抱起来 林人把我双脚紧紧的 夹在叶下 我争不脱 就像鱼落了网 放开我 林人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救命 救命啊 他们任由我大喊大叫 把我抬回那个 摆着神龛的房间 林人命令保姆说 拿上来 还有交代 保姆的眼神流露出愧疚 可还是照办了 我被捆住 嘴上也缠了交代 林人 把刘海 理到两边 指向神龛说 你瞧 瞧见没 那是我爸 你看他姓什么 他姓王 所以你报警 是怎么跟警察说的呢 认识你这几个月 我和你说的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就连这个岛 都不叫小炼岛 你觉得警察能找到这儿吗 嗯 你觉得能吗 我不想哭 但眼泪 抑制不住的流出来 那一刻 又如坠入冰窖 完了 没人能找到这儿 我永远无法离开 红毯粘住的 是表面铺了层水泥的铁盖子 傻子掀开铁盖子 把我搬下去 沿着木梯下去 底下是一个十几平米 两米多高的地下室 地下室被用铁栅栏 分成了两间 铁栅栏上有道小门 栅栏里 一个女人正睡着 我猜 她就是之前发出怪叫的女人 四面墙和天花板 都贴了录音棚里 那种零格的海绵 高处墙角有个秃风口 两个房间都有一张床垫 和一个坐便器 唯一的光源 来自天花板上的西顶灯 是声控的 一出声 它就能亮一会儿 傻子离开之后 我出不了声 灯熄灭了 这里只剩下黑暗 我精疲力尽 睡了过去 直到拍打铁栏杆的声音 把我吵醒 里面房间的女人 趴在铁栏栏上 盯着我说 他们会嫌饿你一顿 我倒霉 也要跟着你挨饿了 她穿着一件橘红色的裙子 是两三年前流行的款式 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 她为吃不上饭 抱怨了一会儿 之后又兴奋起来 问我是哪里人 怎么被抓到这儿了 完全不理会 我嘴上缠着交代 无法回答她 又过了一会儿 她谈起自己 她叫赵丽 和我一样 也是单亲家庭 她妈不管她 她上完高中 就去昆明的KTV上班 邻人是她的客人 对她无微不至 所以她和我一样 傻傻的想要嫁过来 她说她每个月 都会被那个傻子强暴 不知道算好事 还是坏事 我怀不上孩子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在小诊所里面做流产 所以怀不上 那个傻子的孩子 说到这儿 她两眼放空 双手紧抓着铁栅栏 铁片深深嵌入她的肉里 我听着担忧起以后的日子 然而之后几天的饥饿 让我没空去想以后 在失明失灭的灯光下 我整个人昏昏沉沉 对时间失去感觉 换听换视 我不确定保姆 是不是下来撕开我的胶带 给我喂了水 我不知道傻子 是不是下来过 坐在旁边贴着我 吻我 观赏我 我不确定博扬 是不是带着警察冲下来救过我 我唯一确定的是 再不吃点东西 我会死的 我没力气了 就像件失衣服 赵业受了我的牵连 也恶虚托了 可她还在不停念叨 她问我 你说当时我答应和那个傻子结婚 是不是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能生娃就能当个阔太太 生不了在这做做家务 也没什么坏处不是 就当是打工吗 你觉得呢 你要觉得对点个头吗 我不知道该给她怎样的答案 她所说的 真比饿死强吗 见我一动不动 她忽然抬头 瞪着天花板大喊 饿死了 又饿死了 给点吃的吗 不知又过了多久 我睁开眼睛 看到一双鞋 鞋子的主人把我扶正 是傻子 她端来两碗鱼汤 一碗给我 一碗给了赵丽 傻子解开了绑在我手上的绳子 我立马捧起碗 手抓着吃起来 我和赵丽两人都在努力的吃 细细嚼下鱼骨头上所有的肉 早顾不上什么鱼星不鱼星了 那傻子 那傻子凑上来 贴着我的脖子 像狗一样绣我 我麻木了 丝毫没有感觉 我脑子里只在想 为什么这份鱼汤这么少 我只在想 为什么碗这么小 肉这么少 我还很饿呀 等我们吃完 傻子收走了碗 沿着木梯往上爬 我望着她的背影 又想起赵丽所说的选择 我喊起来 你别走 别走 把你弟叫来好不好 就说我愿意 我愿意嫁给你好不好 林仁端了一份肉书拼盘下来 一看到她 赵丽就大喊起来 王总 你放我出来 我不跑 我能干活 我什么活都能干 林仁抓起一块鸡肉朝她丢过去 对她比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她扑下一块帕子 坐在地上 把食物推到我面前 你想好了 要嫁给我哥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不介意 先和我哥生个孩子吧 喜宴什么的 可以之后再办吧 我点了点头 你放心 嫁到我们家 我就会对你好 毕竟你是我嫂子 对不对 那我有个要求 你说 怀了孩子以后 我能不能出去 当然了 还有 我要来月经了 行李箱里有卫生巾 能拿给我吗 林仁答应了 又仔细问过我的月经周期 算好备孕期 说到时候就让我和他哥同房 我也都答应了 林仁很满意 让我最近好好养身体 可他林上去前又说 来都来了 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吗 我理解 你就是想我哥丑吗 到时候啊 我让我哥戴个面具 我这人通情达理 我这人通情达理 戴上面具 不就都一样了吗 对不对 他说着 大概想到那个画面 扑呲笑出声来 我心里 身上一阵寒意 打了个冷战 之后的几天 我和赵丽 每餐都吃得很丰盛 他们还让我吃各种保健品 也算都是为了怀孕之后 胎儿能健康 我的月经周期 要比正常人长一些 大约是四十天 每次月经会来十天左右 我计算着备孕期 每一天都是噩梦倒计时 我有时想 如果月经不会停就好了 这样那个日子就永远不会到来 可月经提前结束了 备孕期越近 噩梦越频繁 我梦见自己生出了怪胎 脑袋像海鱼 有着一排又尖又细的牙 我被吓醒 照例问我没事吧 我哭了起来 我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以前的我是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人 但我乐意那么活着 我告诉照例 我是怎么和前男友闹掰的 他妈嫌弃我是单亲家庭 我直接拍桌子就走了 在婚姻和爱情上 我向来不妥协 现在这样根本不该是我的选择 照例说 可现实是我们没得选 也不是 也不是完全没得选 我想到了死 备孕期还剩一天了 我四处查看 琢磨着怎么能死在这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一头撞死 照例看出了我的失常 问我想干嘛 我说我想死 四周都是海绵 根本撞不死 或者撞到铁栏杆上 我摆好了架势 冲了过去 突然 照例从铁栅栏里 伸出手拦住了我 别死 我跟你说 你不想和傻子那什么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你得保证啊 按我说的做 别反悔 别出卖我 出卖我的话 不得好死 照例很警惕 让我发了好几遍毒誓 才告诉我计划 他从墙上掀开了一块海绵 摸出了一把刀 那本来不是刀 材质和做铁栅栏的钢片是一样的 他们焊这铁栅栏的时候 我偷偷捡了一片 两年了 我磨了整整两年 可我一直不敢用它 照例的双眼就像透着亮的深景 原来他从未放弃过希望 能一起逃是最好的 万一我走不了 你走了以后 一定要找人来救我 我一定会的 他用刀切下一片红裙 把没日的那头 扎成了容易握的刀柄 郑重的递给我 我把刀藏在了床垫下面 数着十明十灭的灯 在脑中预演着逃生的每一步 不知道想了多少遍 林仁终于带着傻子下来 林仁告诉赵丽 非礼物事 然后凑到我耳边说 不想死在这儿 就老实一点 他当真让傻子戴了面具 用他戏弄我 问我好不好看喜不喜欢 我恨不得直接摸出刀 直接捅了他 但还是忍住了 林仁一上去 傻子就猴急的脱掉衣服 扑向我 把我压住 拔我的内裤 我伸手探向床垫的边缘 摸到刀 迅速抽出来 抵在傻子脖梗上 傻子一看 大喊起来 别喊 再喊 你就死了 你想死吗 我摘掉了他的面具 他怕急了 五官拧成了一团 我一手拿刀 一手摸到傻子腰带上的钥匙 打开了铁栅栏上的门 我问赵丽 现在怎么办 等 大概一个小时 差不多 这灯一亮一暗 一百来次 保姆就会来开盖子 希望到时候 连人不在上面吧 对了 你个子高 换上他的衣服 戴上面具 没准 还能瞒一下保姆 赵丽接过刀 让我换上傻子的衣服 然后 我们注视着那盏西顶灯 虔诚的莫熟起来 四 五 六 三一 三二 九八 九九 快了 保姆马上就要来开盖子了 突然 在下一刻黑暗中 我听到赵丽大叫 灯在亮起的时候 傻子已经攥住了赵丽拿刀的手 赵丽努力的不让刀被抢走 扭动着身子 想把手拽回来 他们拉扯着 我用拳头猛砸傻子的脑袋 可他毫无反应 灯 还在一鸣一灭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也许下一秒 那保姆就会打开盖子 看到这一幕 怎么办 我完全想不出办法 突然 赵丽用力的将傻子 推向铁栅栏里 把门锁上 快把门锁上 快锁上 你先跑 你跑了 我才有机会走 我一时没弄懂 他想干什么 拿着钥匙发抖 快锁上 等保姆打开盖子 你装成傻子出去 快 我大概明白了 听命令锁上了门 见我上了锁 赵丽直接松开刀 不和傻子抢了 傻子去剪掉落的刀 赵丽从他身后 用双手捂住了他的嘴 头顶传来声音 保姆打开了盖子 我赶紧戴上面具 爬上木梯 回头一看 傻子一挥刀 扎进了赵丽的腰 可赵丽咬着牙 依旧死死捂住傻子的嘴 不让他出声 我慌忙爬了上去 林人不在 保姆也没探头下来看 但他盯着我 目不转睛 眼神有些不对劲 我怀疑他已经认出了我 却故意一声不吭 我尽可能放慢脚步 往客厅走 没看到林人 便继续穿过客厅 推开大门 我再次看到了阳光 黄昏的太阳悬在海上 红似鲜血 我朝他飞奔而去 我跑到码头 看见一群渔民 就摘下面具 向他们求助 他们盯着我看 却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他们全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比划着打电话的手势说110 其中一个大爷 拿出了手机 拨起了电话 你好 是警察局吗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报警 我终于松了口气 片刻之后 我又意识到不对 他会讲普通话呀 我一着急凑上去听 分明听到的是林人的声音 穿帮以后 他们所有人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像群死人 我全身喊毛都竖起来 他们压根不是不懂我说话 他们全都是林人的帮凶 我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开 他们也不追来 只是盯着我跑远 可我能跑到哪去呢 我沿着海岸线跑 只有礁石 贪图和切入大海的山崖 我跑到崖边 望着无边无际的海 刹那间 我看清大海 是只朔大无棚的蠕动的生物 是他把我囚禁在这儿 面对他 我无能为力 还能怎么办呢 我绝望了 绝望到想跳下去 可我又想到了 躺在地下室的照例 他流着红色的血 在等着我 天黑了 海风越来越近 我躺在花生田的田笼之间 能看到天空中 摇着两道手电 射出来的光束 是林人他们在找我 我已经做出了新的决定 我要趁他们在外面找我 跑回去找保姆报警 这次我要告诉警察对的位置 直觉告诉我 他会帮我 再说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我屏住呼吸 等那光束往海边去了 起身跑回去 我在厨房找到了保姆 他很诧异 问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刚才认出我了 对不对 你也是被困在这里的 对不对 我祈求着他说是 因为我已经没有帮手了 他看上去很害怕 终于点了点头 我向他要手机报警 他却说他没有手机 不过老夫人有 他在楼上睡觉呢 我焦躁的从厨台上拿了一把刀 问他要不要和我一起上去 他点点头 抓起了那根鲨鱼的木棒 我往楼上走 保姆跟在我身后 突然 我看到铝合金扶手上 倒影出保姆 举起木棒的动作 他是要敲我的脑袋吗 我一躲 回身一脚踹向他 保姆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他用手掌摸摸脑袋 摸出一手腥红的血 可他起身又向我冲了过来 你疯了吗 你一个保姆 真替他们家买命啊 我躲着他频频挥来的木棒 听见他说 我不是保姆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他疯了 我不敢对他动刀子 继续往上跑 天台的门锁死了 把我拦住了 他再次冲过来 这次我没躲 用胳膊挡下了一棍 然后一脚踹向他的胸膛 他滚下去 撞到墙上 终于晕了过去 我完全无法理解 这保姆是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 这时 林仁他妈妈寻声而来 看到保姆尖叫起来 我发起狠来 持刀冲向他 我把这两个女人捆在了一起 用胶带封上嘴 之后 用林仁他妈的手机 查清地址 报了警 趁林仁他们还没回来 我把赵丽 从地下室扶了上来 正当我们想要往外走时 却看到了远处两道光束 照向这边 完了 林仁和傻子 马上就要回来了 赵丽虚弱的说 你跑吧 别管我了 躲起来 等警察来 我不能抛下他 我想大不了就和他们硬拼 我急冲冲跑进厨房 想再找些东西来防身 却在厨房看到了一个验韵棒 那是保姆的 我忽然想起他给自己打针的那个晚上 还有他刚才说的话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于是我用手机查了一下我记下来的字母 才发现他很可能打的是排卵针 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了 这时我脑中冒出了对付林仁的办法 但这是一场赌博 我一盆水 泼向保姆 果然他证实了我的猜测 这时 林仁和傻子已经到了门口 我心想 我要搞死他们 搞得他们断子绝孙 我在门口倒了一滩食用油 把刀和棍子藏在了身后 林仁推开门 一脸震惊 你回来了 哥 抓住他 傻子冲过来 踩着油 划了一跤 我瞅准了 抄起身后的木棒 狠狠的砸向他的下体 他大叫起来 捂着下体满地打滚 我看着还不解气 又朝他膝盖猛戳 林仁青筋抱起 想走过来 又怕滑倒了 小小 你想死是不是 对 我不想活了 你也别活了 我报警了 这次我可搞清楚自己在哪了 这一下 林仁恐惧起来 又变成愤怒 他咬着牙 从门口离开 他在外面的工具棚里 拿了一个铁铲 绕到左边窗外 敲碎玻璃 爬了进来 我会在警察来之前 把你处理掉 你这个婊子 他朝我走来 可我一点也不怕他 我问他 你们王家 还想传宗接代不 你什么意思 你哥被我废了 我保证他再也生不了了 你这个变态性无能 估计早就不行了吧 他显然被我戳中痛点 大喊起来 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 恭喜你 你要当叔叔了 你听他自己说好不好 我撕开了保姆嘴上的胶带 保姆哭起来 告诉林仁 他怀孕了 我打了三年排乱针 今天一测 终于怀孕了 我怀上你哥的孩子了 林仁愣住了 我顺手把燕运棒丢给了他 是的 保姆是林仁家买来的媳妇 不过因为生不了孩子 所以从儿媳妇 慢慢的变成了保姆 而他忍受着屈辱 忍受着傻子那张脸 每个孕妻都和傻子同房 如今他终于怀上了孩子 所以他对我说 他终于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他不想被我破坏 所以他刚才想杀了我 为什么 难道非要去做男人的附庸 才能活下去吗 林仁双眼亮了起来 他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突然他举起铲子 朝我冲过来 我把手里的刀一移 悬在保姆的肚子上 冲他吼着 你再靠近 再靠近 我就捅下去 让你们家断子绝孙 林仁僵住了 浑身发抖 这时 被我绑起来了的林仁他妈 猛的甩头 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撕开他的胶带 他哀求说 儿子 别 这个孩子得保住啊 不然王家就绝后了 林仁纠结了一会儿 捋了捋两鬓的头发 把铲子丢掉一边 疯癫的笑起来 我也笑了 笑得比他还要疯 我心里边想你不是疯子吗 老娘疯起来比你更疯 他颓然的说 没想到 栽在你手里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王家 至少有后了 我赢了 此时身边的小丽 嘴唇惨白 我安慰他说 再等等 撑住 警察和救护的人 马上就来了 血染透了他的红裙 他说 谢谢你回来救我 他看着我笑 对我比了个大拇指 可他的手 捶了下去 海风 刮进那破损的窗户 声音好似哭泣 我恨太阳还不升起来 照例他 已经很久没见到阳光了 当警察和救护人员 把照例送到医院时 已经来不及了 邻人一家 因为非法拘禁 谋杀 强奸等一系列犯罪事实 而被判刑 邻人死刑 傻子被关进精神病院 那保姆 是王家买来的老婆 听说他取保候审之后 就流产了 他们都受到了惩罚 可罚的再重 也抵不上一条性命 不久之后 我特意去感谢了 赵丽的妈妈 告诉她 是赵丽救了我的命 阿姨 没在我面前哭 反而是我哭了 我对不起赵丽 我想亲口对她说 我们不是别无选择 特殊职业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